欢迎来到飞碟午餐 我是尹乃金周一给我政治其余缅谈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 很奇怪很特别 为什么说这奇怪的意思 我很少用这种头衔 用这个头衔呢去称呼他 但他现在呢就是 国民党总统初选的参选人 台大政治系教授 宋文学校校长 张亚中哈喽欢迎亚中 来亲好朋友大家好 各位网路上的朋友大家好 大家午安 你看这个亚中比我更熟悉 我们这个飞碟午餐的运作 是我们也要欢迎在YouTube上的朋友 来收看 我先说一下 对于这个亚中的这个参选 我当然不意外 因为呢在去年 去年 去年吧还是前年的时候 我们在我们在香港碰到的时候 那时候我去主持一场这个论谈嘛 NGO的一个论坛的时候 那时候呢张亚中来那时候他还是 那时候根本什么寒流啊 什么什么通通都没出现啊 通通没出现啊 通通没出现啊 就是还在这个九合一大选之前的时候呢 大家觉得国民党呢 虽然民党做这么烂 国民党呢也没指望的那个时候 那那个时候因为张亚中就已经是宋文学校校长了 他当时呢就跟我说 他要参选 他要参选2020总统 我就说啊 你干嘛要参选2020总统 你根本就不会当选啊 我可能讲话就这么迟 你不会当选啊 为什么要去呢 他当时就决定参选了 然后后来这个等到这个国民党那种初选的时候呢 党中央一直都是说 一直都把这个张校长当做是 的确是您您就是要参选的人 然后也邀请您 然后去跟您说明 然后你真的去参选了 然后交了这个500万 是怎样钱太多吗 那交500万要做什么 为什么 你为什么一定要参选总统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其实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 因为闯过国民党初选的机会就是零 我觉得乃京你认识我不是一两天了 我们大概认识快30年了 快30年了 就说我想大概我看乃京可以做保证 就说我从外交部到路 保证什么吓我一跳 保证就说 其实我一直是对台湾有一个特殊的情怀 是我们稍微解稍微说明一下 因为可能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 还有在YouTube上的观众朋友呢 不认识这个张亚中教授 而且我也是到刚刚我才知道说 我原本我以为我认识的张亚中 原来我对你的前半段 就是在我们092年回到台湾来之前的时候 哇原来你做了那么多事情 就是他原念电机 然后呢当过核电的工程师 你在哪里啊 在核一厂 在核一厂 对核一厂工程师 我是高考大学毕业高考考进去 就分发到核一厂 就整个负责核一厂 还到美国基因公司学一些技术 其实我还那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在19 民国68年的时候 我真的跟各位讲 因为核能厂有大修嘛 大修薪水比较高一点 我那个时候可以拿到 一个月可以拿到5万块到6万块 民国68年啊 民国68年 因为那时候在核能电厂的话 比如说大大 就中美断交那时候 对对对 就是因为中美断交以前 那中美断交以后 我觉得有志清理 应该为国家外交奋斗 所以我就从核能电厂 就转到外交部去 那我又考上外交部了 外交特科 我全国考第三 这么会考试啊 没有了 我全国考第三名 对不起 你原来念电机 对对对 我自己买几本书看一看 我记得 你这样把别的外交官 吃死了 我跟你讲 我这个如果谈一个有趣的 你知道我国际关系考几分吗 我不知道 98分 好厉害哦 你那时候的外长是沈昌焕啊 我对不起 有点记不得 那时候你记不得成绩人 中美断交的时候 1979年嘛 对 然后我就开始要准备 所以我在民国70年的时候 我就考上外交部 我记得驻美大使是之前 驻美大使之前那时候是沈建宏 对 外长 外长我也忘了 对对 那你那一届的 你说你好98分 对国际关系 对还不错 好厉害哦 而且是自己自己买的书看 就说那时候 其实这个分数不重要 最重要就说 我觉得那时候中美断交了 我觉得我从小就是一个 父母亲给我灌输的 是为国家做事情 这是父母亲也是退役军人嘛 军人嘛 从小帮我们训练说为国家为民族 为这个社会要多努力 所以我虽然在核电厂那时候 一个月可以大概到五万到六万 而且对于你那时候的有志青年来说的话 其实念电机然后到核电厂是非常重要 也是对国家有贡献的啊 说你好好的薪水不去干什么外交官哈 那可是我后来考上了以后 那就是到外交部去 你第三名第一名是谁你还记得吗 第一名我记得另外一个名字是令狐 现在台中副市长跟我同时的 哦同期哦 对对对 OK好然后你到外交部 到外交部以后那我发现说 我只是一个学电机的 那我自己如果说对外交都不懂我怎么办 所以我利用外交部时间 我又在政大外交所读了一个硕士 后来读政大政研所一个博士 后来我派到德国工作的时候 我顺便又再练一个德国汉堡大学的哲学博士 顺便 对对对对 德国博士很难读哦 对我大概三年半就把它拿到了 你好厉害啊 你不会德文啊 我会德文啊 我德文自修的 我从事在核能电厂的时候 我就利用时间自己读读德文 我考外交部还是用德文考上的 很有趣吧 你考外交部不是用英文啊 英文在我我考德文组 你为什么当初会立 我试试看啊 我自己你不是念电机的吗 对我换电机啊 那我花点时间 德文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自己自修的啊 你当时是想到说 因为英语系太多人 西语系太多人 没有我那时候想对德文 我觉得德文 因为将来德国可以外放到德国啊 我觉得我到德国去我蛮喜欢的 对所以说我简单来讲 但是我们的分数整个人生 我的表情呢充满了这个惊讶 我们要不要现在立马把这个飞碟午餐 给我政治奇遇免谈改成说 我如何我如何打造自己 给所有的大学的新鲜人 没有其实有机会 我今天可以跟年轻人讲一讲 对啊来谈 从张晓中的例子 看人生的无限可能性 好来请继续 我后来因为我自己认为 我不是一个学外交的 所以我利用在外交时间 我自己在政大外交的时候 我练了一个硕士 然后外交部派我到维也纳的时候 我在维也纳又读了一个 修了一些学分 然后后来第二外交部 再帮我办到德国汉堡的时候 那我就利用上班的时间 我再去读了一个德国的哲学博士 所以我练了三年半 我就取得了德国的哲学博士 而且三年半包括 汉堡什么大学 汉堡大学 好厉害 非常好的大学 德国博士很难拿 我三年半 而且还包括全功全读 还包括外交部上班 我有很多的 然后 我有认识很多人在那边 我觉得我更有趣的 因为我在汉堡的时候 我在汉堡的时候 馆长是潘明是非常好的长官 因为他不懂德文 所以说只有两个人 他是馆长 我是馆员 所以从会计电报领务 侨物 政务商务 全部我一手包 然后我还写台湾的博士论文 还读德国的博士论文 所以全部都顺利完成了 然后到19 你同时完成 当然同时 政大跟汉堡大学的 写的题目都不一样 就是你左手 因为那时候也没什么 你那时候也没什么电脑用手写 就左手写那个中文 然后右手写中文 左手就写德文 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到1992年的时候 那时候那时候你知道苏东坡事件 整个欧洲东坡发生变化 那外交部就一个电报给我说你第二天 第二天就给我跑到拉脱维亚去开馆 我还记得拉脱维亚 波洛地海三小国 那时候这个拉脱维亚 因为那时候我在跑新闻 拉脱维亚那个建管的时候是大事 对我就是 第一个去那边 然后我到那边我几乎是已计业 我大概就花了大概两三三个月的时间 就把我们中华民国国旗给升上了 因为大陆那时候在拉脱维亚设大使馆 我们是总领事馆 所以我真的比他们厉害 这是为了国家 几乎是日以继业不眠不休 而且那个时候很特别 就在于是说 因为拉脱维亚我们当时 拉脱维亚他刚刚就独立嘛 是独立 独立的时候呢 他到底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是承认中华民国 他是在一个模糊的 还在一个模糊的状态 所以因为总领事馆是有邦交关系 才叫做总领事馆 所以那时候可以去设总领事馆 升起中华民国国旗 一度以为他或许可以创造一种 一种形式的双重承认 所以我必须要讲 那时候是国内的整个 他没有把这个拉脱维亚设体中华 真的当成一个外交事情 反而还是内政的延长 你知道后来到了李登辉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没有把拉脱维亚 当成是一个跳板 反而把它当成是一个应酬了事 所以后来就很短命的结束了 那后来就很短命 因为那时候又是因为1992年 两岸关系又变得更重要 那时候马英九先生 曾经在德国来访问的时候 我接待过他 他知道我对德国问题 对欧洲问题有相当大的研究 所以说我是从外交部 在1992年在商调到陆委会 去担任专门委员 那时候你认识我的时候 是他那个 马英九那时候是陆委会的特任副主委 所以我跟马英九先生 原来有还很好的私交 当这不妨碍我事后对于他很多事情 我觉得做的 对这两件事情 所以说我基本上在这一方面 然后我后来你知道 我在陆委会有写了一个 全中华民国第一本的大陆问题的白皮书 就是台海两岸说明书 是我一个人写的 大陆那边是一个群主 你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两本论文了 中华民国的外政策 没有问题 好吓人 你就一个人写完了 一个人写完那时候写六万字 我大概一个礼拜就把他写完六万字 然后后来说大概要摘到一万多字出版 那时候叫做政企划处主主 那个主委 我忘了我忘了他名字了 对 真的太不应该了 对反正就是我们的主委 不是那时候企划处我就专门委员嘛 相当于那时候我才39岁 那时候如果大家都公务员 已经做了检任11.2 可是后来我发现说李登辉 他在两岸论书上他完全出了错误 因为我自己写白皮书的 我知道后来被改了哪些地方 那一改了以后 我们整个的两岸关系的基础 其实就破碎了 所以那时候对我个人来讲 是一个人生很重要的选择 就是既然你已经做了专门委员 而且马上要来的是张金玉先生 张金玉先生是我在政大的博士论文 我想他来了以后一定会拔走我 但是 他是你的指导教授 在台湾的指导教授 张金玉要去揭露会主委 我想说那时候不好意思 老师来就不好走 可是我就觉得说 我必须留到学术界来 跟这个国民党或者国家的主流 来做抗争 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 开始台湾会 撕掉我们两岸的论述权 所以其实我到了 后来星云大师 就找我帮忙办大学 我就帮星云大师办南华大学 中间还有一贯 你记不记得1995年 我帮陈旅安选举 我记得啊 那陈旅安的所有的大陆政策 包括他所有的政策 全部都帮他整理出来的 我就觉得你很奇怪啊 就是一直在去忙这些事情 没有就是我觉得 从小就是一个 如果大家可以 就是很理念型 对就是说我真的是 想为社会做点事情 那后来帮陈旅安选举 选举他当时输掉了 然后我就 星云大师找我去办南华大学 我办南华大学 我们要来跟所有的这个年轻的 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解释一下 陈旅安先生 曾经担任台湾的这个经济部长 国防部长 张亚中教授呢 刚才提到说 他帮他选总统 是在1996年 台湾第一次这个总统 直接民选的时候 当时呢有四组这个候选人 然后陈旅安先生是跟这个王清峰 王清峰 对 然后另外一组呢 是大家非常就是后来当选的嘛 就是李登辉联战啊 政府大党 然后彭明敏教授跟这个谢长廷 然后就是陈呃 然后就林阳岗 林阳岗 林阳岗院长跟这个郝伯村这个院长啊 就是所以就是林好配 陈王配啊 彭谢配跟李连配啊 所以他就 所以那个张亚中教授就是帮这个陈员安部长 对对对对对 因为陈员安后来就回头看 他所有的政策都是把它整理的 其实到今天为止还是适用的 还是适用 因为我当时就提出两岸共同体 台湾在外交上怎么出路 因为我都有实物的经验嘛 那对 你那时候就提出两岸共同体 对我就提出共同体 我很早就提出来 好久了 我都忘记了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自己在欧洲方面是专家嘛 对 那另外来讲 后来因为输了以后 我就帮他去办大学 那我就整个投入 南华 然后开始写书 后来我在南华 对南华大学 后来2003年之后台大招老师 那我又去应征一下 我是台 我不是台大毕业的 我是台大现在唯一一个 就是以政教授的身份 聘我到台大政治局去当教授 他凭着什么 就是凭着我的著作 我十几本著作 就是我在这个两岸问题上 在国际关系上的时候 我在整个在 我不敢讲说世界性 但是在两岸之间 是还有一点小小的名气 就大家对我是高度的肯定 那你知道我在台湾 也在教台大 我在教台大的时候 我想很多我的学生 教国际关系 有时候两三百个学生 那我在研究所呢 教两岸关系 研究 两岸关系又有 红的有大陆来的学生 有绿的 又有蓝的 但是我真的跟你讲说 上课时候 学生跟我的论证来讲 我上课常常讲一个概念 就是说立场不必中立 态度必须客观 每个人都有红的有绿的 没有关系 是 但是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静下来好好讨论 亚洲我们在这个第一段 这个结束之前 一定要回到我一开始 问的这个问题 就是 那明明不会当选 那干嘛要去参选 因为我知道 我自己在参选的时候 我用了一个 鹦鹉救火这个故事 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 这个佛经故事 我现在第一段就不解释了 就说 等一下等一下 既然这个鹦鹉救火 需要解释一下话 那我们就先进广告好了 您现在听到的呢 是国民党总统初选的参选人 台大政治系的教授 宋文学校校长张亚中 究竟一个 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 不可能当选 甚至于连 国民党初选的 出现的几率呢 都是零的张亚中 为什么要参与这场选战 欢迎回到飞碟午餐 我是尹乃金 同时也欢迎YouTube的朋友 收看我们 我们今天是录的啊 因为我的这个 我另外有事 所以说呢 请这个张亚中教授呢 提前呢 来录了这段 这个飞碟午餐 周一的 给我政治奇遇免谈 所以呢 欢迎这个YouTube的朋友呢 在这个飞碟午餐 12点到1点钟播出之后 到YouTube上的这个 飞碟联播网的飞碟午餐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这一集的访问 呃 刚才请教这个张亚中教授呢 呃 最后提到就是明知 为什么这个明知不可啊 而而为之啊 您说佛经上面有一个鹦鹉救火 是什么意思 鹦鹉救火就是有一只鹦鹉 他飞过一个森林 看这个森林突然大火了 那这个是鹦鹉的恶话不说 就飞到旁边的河流 沾了一个羽毛 想去救这个火 那那个山神就看到了 跟那个鹦鹉说 你不要再忙了 你不可能了嘛 你赶快逃命了 你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 那佛经里面用那个概念 他鹦鹉讲的一句话 就是说 我天天在这边欺死 我就生活在这个地方 这么我的兄弟姐妹 这么多的好朋友 用了三个字叫做不忍心 好动人啊 那后来他这个不忍心呢 就感动了天神 就降下了大雨 这个火就熄灭了 我刚刚从这一路走过来 那你刚刚讲 我从和林电厂工程师到外交官到陆委会 到我在台大教书 帮新云大师办学校 其实我自己对这个社会 有超乎你们想象中的那种的那种情怀 就是我刚刚讲 从小父母亲教育我们的 那我的专业呢 有必须讲 我觉得台湾已经大火了 在我来看 你说去年我们在 我看 到底危机在哪里 我觉得如果说台湾危机太多了 台湾危机太多 台湾如果从佛教来讲 台湾整个社会 是处在一种无名的状态 就不去讲道理了 这个社会是民粹了 但是我们纯粹从技术上来讲 两岸关系没有办法处理 因为两岸关系是 台湾是重中之重 我讲句不客气的话 两岸关系它牵涉到台湾的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 全面性的影响 对一切 两岸关系如果不解决 台湾是永无领域 但是民进党现在的做法 蒋南天 你可能有台独做法 这是不可能的 就一定把台湾带进灾难了 可是国民党 你刚刚讲说几年前 你问到我 国民党从马英九先生 虽然他是我的好朋友 你看他在任内的时候 我认为他最大的两个事情 他对不起台湾老百姓 第一个就是两岸关系 没有在他任内的时候 从敌对状态走向和平 他是指睛不振 他是维持现状 只是一中个表 他完全是一种 就是把头埋在沙堆里面 这没有办法 第二个在教科书方面 他没有做到拨乱反正 但是亚中我们要把问题 接近来 关键就在说 为什么你觉得现在 现在的国民党 现在的国民党 前面几名的 排前面几名的候候选人 韩国瑜 郭台铭朱立伦 他们都是说九二共识 你觉得九二共识 不够用吗 俄爱其阳我爱其理 他们也许在乎的是 想选总统 可是我在乎的台湾 能不能够再继续走下去 我坦率来讲 如果他们的两个包括现在的朱立伦 包括现在的韩国瑜 包括现在的郭台铭 从他们现在对两个的论述来讲 如果他们选上台湾一样是没救 你等一下 等一下 就是我们倒回来 我们再倒回来做一个假设 第一个 明年的1月11号 如果是 如果是 国民党的候选人当选 我们不知道是谁 因为现在国民党谁出来 不知道 我的假设是 如果是国民党的候选人当选 台湾和这个中国大陆 起码还能够争取一点时间 争取一点时间 呃做下来 平起平坐的谈 谈出一个 谈出一个 谈出一个双方 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未来的方案 但是这个未来的方案是什么 我们现在不晓得 对这样我也有方案 可是 可是 呃 他国民党的这个九二共识 呃 呃 去年九合一 九合一 国民党大胜的时候 嗯 他那时候看起来是非常够用的 嗯 非常够用的 呃 可是到了今年的1月2号 习近平提出这个告台湾同胞书 四周年的这个谈话之后 当蔡英文把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 嗯 然后又再加上反送中的时候呢 嗯 使得这个九二共识呢 他变成不够用了 对 哦 他不够用的关键呢 就在于那个一中 哦 不管呢 国民党之前强调一中各表的一中 嗯 是中华民国或者是 呃 因为大陆讲这个 这个大陆这个一中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嘛 那一中各表的模糊 以及他的呃 创意 创造性的模糊 就在这里 你说你的 我说我的 可是因为当蔡英文把这个 一国两制就是九二共识 而习近平表现的表现就 哦 我们要探索一国的两制方案之后 使得不管是一中各表 或是怎么讲 那个一中就变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化了 好 所以呢 现在在选举的状态来讲的话 国民党在这方面呢 是 看起来 看起来呢 靠这个靠这套来打呢 在这两岸的议题上面呢 恐怕是恐怕是没有办法打出个局面来的 但如果说是柯文哲当选的话呢 情况其实我觉得更危险 因为在于柯文哲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 你不知道他两岸的政策到底是什么 他今天可以为了选举的时候呢 他为了要参加这个双城论坛 说两岸一家亲 然后呢 等到他选台北市长又怕得对独派的时候 又收回来 最近呢 为了要再去参加这个双城论坛 接受中平社访问的时候 又只讲 他说两岸同文同种 我觉得独派的人要不要看一看 那些对于 对于很多对于这个蔡 或是国民党那种什么一中表述 什么两岸同文同种 那种不满意的年轻朋友们 你们要去看一看 柯文哲讲的话 他说两岸同文同种 我们是就是 所以他的他的联系还蛮大的 他只说两岸关系 不是国与国关系 其他什么都没讲 搞不好他接下来他就承认一中了 对假设他当选 他搞不好就承认一中了 这是我觉得柯文哲的这个状态 而且他这个一中真的是 你们现在很多人觉得的是 这个中华民国吗 他也没讲 OK好那第三个状态就是 蔡英文当选 那蔡英文当选的话 他可能就会激化 两岸的这个危险性嘛 那回过头来就说 那凭什么 那你对于两岸的主张是什么 你为什么觉得 你的两岸主张提出来之后 对于国民党的候选人会有帮助 当然有啊 我觉得是说我刚刚讲的 现在国民党 你刚刚讲的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只是当时事务性协商所需要 九二共识从来就不是为政治协商准备的 所以换言之国民党要做的一件事情 是解决两岸的敌对状态 从先从敌走向一个和平的河 但是民进党的台独不可能两岸走上河 国民党的一中各表也走不到河 那我请问一下对台湾来讲 台湾如果说是一个敌对的大陆 对你台湾长久发展有没有用 所以现在来讲 民进党就像一条船要迎向冰山 国民党的船呢就是在原地打转 不捅不独不武不走 不东不西不南不北 国民党就是温水中的青蛙 民进党呢就是往火里面去铺 就是铁达尼号就对了 对我跟你讲 所以说我为什么要参加国民党初选 就说我当然希望 我对国民党一定有很多批判的 但是我多么希望透过各个我的参与 我的辩论让国民党重视这个事情 让国民党能坐下来思考 其实国民党今天要赢 不只是说找成一个最强的人 而国民党必须要理念 今天你要知道 今天这个局对国民党已经是非常不利了 因为假如我是民进党会怎么打 第一个您刚才讲的说 把九二共识等同于一国两制 国民党现在就是比 你大陆呛大陆 我郭台铭跟韩国瑜我也呛大陆 你呛 你再怎么呛 老百姓认为说对不起 民进党比你会呛 那另外来讲 民党在设立一个局说 你到底要选中国还是要选美国 选边在你选哪边 现在就是这样对 那国民党是必须选美国吗 国民党也要选美国吗 没有任何的一个政党的候选人 敢说当选之后会不选美国的了 或在过程中会不选美国的 到这个时间点 美国他要支持谁 美国支持蔡英文 对好了 那你国民党不要选了 所以国民党在这个局 那柯文哲为什么那么爽呢 所以这就是柯文哲他就夹凤中 柯文哲他是没有理念 北京也喜欢这种人 北京当最喜欢柯文哲 因为他是没有理念的 对北京最好应付嘛 所以北京的策略就说 北京现在也不想说 马上跟你台湾存上问题 但是北京的逻辑在于说 时间对我北京是有利的 拖得越久 拖得越久 你台湾经济对我越依赖 你将来跑也跑不掉 所以北京是一个唯物论者 经济是决定一切 可是民进党呢 民进党是唯心论者 我利用时间跟你拖 拖了以后呢 我教科书改 我的文化改 我越来越不是中国人了 那看看时间对谁有利 可是关键是 要看选民在不在意啊 选民 台湾的选民 我就说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是说 我们从选举 或说从民调的过程中看到 台湾因为 您是政治教授 您非常的清楚 台湾因为是一个很脆弱的 一个民主政体 我们有两方的这个作用力呢 对于台湾呢 都会造成影响 一个是中国大陆 一个是美国 然后呢 当中国大陆 越来越强的时候 台湾的这个 我们不能 不能只单讲年轻世代哦 是中壮世代到年轻世代 其实他对于中国大陆的反感呢 是越来越强 一定的 如果说我们纯粹的是 纯粹从经济上面来考量的话 如果台湾是一个正常的 正常的一个国家 我们纯粹从经济事务考量 你当然要跟 你当然要跟大陆好好往来啊 我们的依存度那么强 可是就因为在政治上 有这些有这些的呃 两两岸之间 有如此深的矛盾 还没有办法解决 没错 因为两岸是敌对状态 是不 他这他不只是敌对状态 而是是实际上 中华民国 我们今年是两岸分裂七十年耶 表示中华民国在台湾 已经有七十年了耶 很多人对于中国大陆 没有感情了 没错 对所以就觉得是希望你 Leave me alone 所以他就你你我 不要管我好了 没错 所以为什么在选举过程中任何的一点大陆因素 都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对 所以他可能听不进 张亚中教授的这些苦口婆心啊 当然啦 所以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这就是我们今天 我就责备民进党没有意思 对啊 那你国民党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你有没有去化解这些东西 两岸关系对北京来讲是一个发展问题 对台湾来讲是一个生存问题 你觉得他是他只是发展问题吗 对北京来讲 他经济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 他可以缓个几年处理 对不对 他今天两岸处在一种敌对 对北京没有影响 嗯 你再讨厌我们一想 我发展 可对台湾来讲 你处理的不好 你的生存就会出现问题啊 所以你刚刚讲 你的意思是说 北京也没有那么急到说 北京没那么急 但是要立刻解决台湾问题 他为什么没那么急 他也是老大 有种老大心态 根本就不甩你 所以北京呢 也没有认真的 北京我常讲 他对台政策只有对台工作 他没有对台战略 他也没有在战 他也招去玩武做对台工作嘛 反正现在就是口上 喊喊口号一锅两制 然后呢跟你经济发展 他就这两招嘛 他没有别的招法了 他就拖着你的这个生存 那台湾的老百姓呢 就说自己内耗就对了 你有钱 我们自己内耗 就是台湾老百姓你有钱 你有钱关我什么事啊 你土豪土豪不见得想嫁给你啊 对 这台湾老百姓心态嘛 对 因为你天天又一方面武力对抗我 我一方面孤立我国际空间 然后你天天想跟我做生意 你一定不怀好心嘛 是这样啊 当然是这样子 所以今天这个责任是北京也有责任 可是我们现在台湾选举 我与其说我天天去骂骂北京 我可以骂 我在我张亚中是到北京开研讨会 我绝对批判他们 但是我在台湾的时候 这我可以作证 但是我在台湾 我一定要要求我们自己国民党政府 你要去引导两岸关系 你呢 他的政治 他的政治局 他只能讲一国两制 所有学者只能讲一国两制 不然他明天就没工作做 那台湾这是你的生死大事 那你呢 你就不能说也在混啊 你应该提出像我主张的两岸和和 我们如何来结束敌对状态 哪两个字 和和和和平的和 跟合作的和 然后用学术来讲一中三线 两岸统合 这东西我当然不在这边讲 那我非常完整 我在台大教这个东西的 我相信我是两岸所有学术界 可以肯定的 我在这一方面有独特论述的 是不同意北京 不同意国民党 不同意民进党 而真正能够照顾到 两岸人民的利益 其实张亚中教授一中三线 也没有很难解释啊 就是说在这个一个 一中的大概念下啊 那所谓的大屋顶 其实我愿意叫他叫整个中国 因为那个大屋顶的概念 是黄年黄年先生 就联合报的啊 黄年 我们新闻界前辈 黄年先生提出来 这一中大屋顶 他就在一中的概念下 其实我们讲欧盟 比较比较大家 比较不会那么反感啊 因为现在很多人听到 一中就觉得 就抓狂啊 就是类似像 就不是 就是像欧盟一中的这个 大概念底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中华民国有中华民国的宪法 但是当两 当是两岸 能够坐下来谈的时候 为了一中的这个未来呢 再去创制出这个一中的大架构下的 这一部宪法啊 那问题又回到了原来的一个地方 就在是说 嗯 纯粹理念型的一个诉求 能够打动选民吗 很多的这个选民现在呢 其实看看蹭蹭网红啊 觉得很搞笑啊 他们其实也就决定了他们的选举了啊 那台湾的选举是不是 也不只是台湾是这样 越来越多的这个选举都是走向那种娱乐化啊 那这到底该怎么办呢 您现在听到的啊 非碟午餐我是尹乃金 我们访问的呢是 呃台大政治系教授张亚忠 他是宋文学校的校长 同时也是国民党的总统参 总统初选的参选人 呃明天呢 大家就会看到 呃国民党的参选 这个总统初选的五位啊 要发表他们的政见 今天我们访问这个 台大政治系教授张亚忠 宋文学校的校长 呃同时也是国民党的总统初选的参选人 对谢谢 张教授我们回到一个很 再回到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呃理念型啊 就理念 呃我们在这个选举过程之中呢 要诉求这个理念 嗯 但是我们知道选举其实他越来越 庸俗化啊 嗯 特别是在我讲的庸俗化是说 其实这个候选人他一定要是一个呃 呃能够激起大家热情的人就类似那偶像型的啊 呃 呃那这个偶像呢 这个偶像呢 他不管他做任何的这个表演啊 大家才能够去投射到他的身上啊 对 才能够呃去把票呢投给他 对 然后讲理念 谁要听啊 对 谁要听呢 像现在大家选的那么的激烈啊 我真的就我很早就就主张就说 其实我们就应该全民联署呢 推推谁你知道吗 郭子前 多好 我们大家看一下 赶快展开联署啊 今天呢我们如果说是郭子前呢 当选这个总统的话啊 你要郭台铭我就办郭台铭给你啊 你要柯文哲我就办柯文哲给你 你要韩国我就办韩国瑜给你啊 哎呀蔡英文怎么办啊 这郭子前自己去想想办法 就是说现在的选举是越来越娱乐化了啊 所以诉求理念没票啊 好我想这个东西牵涉了很多层面了 第一个我刚刚跟休息的时候 跟奶金讲 如果说我们都觉得理念不要 那我们大家也就不必读书了 这社会上反正就庸俗化了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开玩笑的讲法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思考说 像我的竞选政界里面就说 真的我们要思考这总统制 是不是还适合我们 还是应该真的走欧洲的内阁制 对 因为你走总统制的时候 你一个眼心只是一个花中取宠 你就可以赢 对不对 而且是赢者通吃 所以在我的政界里面 我们的总统是大总统制 对 而且大总统 而且我们是超级总统制 所以我的看法是 如果大家支持我的时候 我跟大家做承诺 我总统四年之内 我一定要推动 把台湾走向内阁制 内阁制 内阁制总统是虚位的 换句话说 你也知道你都欧洲了解 内阁制以后 那个每一个议员 他就是身金百战 他就是有理念 对啊 就说虽然内阁制 他有他的问题 他有他的问题 看你的设计就是 如果说没有一个 比较成熟的这个政党 但是最多不要三个 不要超过三个 那可以从选举制度来设计 对他可以从选举制度来改进 其实德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对 否则的话你小党伶俐的时候 他就不稳定 决策会变得很慢 那好 但是呢 关键就在说 因为您当选总统的几率 真的太低了 对 所以那你的理念怎么办 没有啊 所以说我希望说 大家老百姓 所以我说这场选举 其实最好的 当我认为说 如果你有 有没有机会是取决于每个人 如果你们都认为我没有机会 我就没有机会 可是如果你们都认为我有机会 我就有机会 你民调的时候接到民调 收完奶精节目的时候 我支持张亚中 你从两个角度讲 万一侥幸 那你这样不是很搅局吗 你根本就 不是搅局 第二个就是说 我得的票越多 是不是在代表理念 在国民党初选中 会越来越重要 也许不管是郭台铭 或者韩国瑜 他们如果真正想赢得选举 而且不只是为了党总统 真的想改变台湾的时候 他可不可以坐下来思考一下 我们共同来找寻一个 怎么被国民党竞选的一个政见 可不可以把我的理念 再融入在每个人的理念之中 您的关键 您的关键的理念 其实还是在两岸 我觉得其实你如果了解 我的县政 我的两岸 包括我的很多东西 其实完全是超多 我跟你讲 我二月底的时候 我在台北 在台大校委会馆 我从早上九点钟 讲了晚上九点钟 我延续讲十二个小时 讲什么 讲国政愿景 讲我的政策 所以其实基本上我刚刚讲说 很多人来吗 来两三百个 还不错 对 所以其实你要了解说 我的牵涉的范围 是超出你的想像的 对但是 但两岸是重中之重的 我请教一个问题 就再也是说 因为我知道您是很理念型的人 我就对他当初的学校校长 真的是恰到好处 因为这个国父也就是这种 可是你知道我做了多少社会运动 很理念型 但国父的革命也不是靠他宣传理念成功的 现在的国父如果生活在现代的话 你觉得他会当选吗 当选的机会非常低 就像是辛亥革命成功 也不是孙中山的部队 就说对一个东西 我们讲说我们把这个种子撒下去 就好比说你如果你要问我张尔中 我当然希望能够成功 但是我追求的是成功的因缘 那不能够成功 不是我追求是成功的因缘 那不能够成功 对国民党来讲 明年就是死亡 两岸关系就危险了 你当然我们这就是一个概念说 我认为只有这样子做 你去感动老百姓 给台湾老百姓一个方向 国民党才有机会成功 如果你国民党 永远跟着民进党屁股后面走 跟着民党摇旗呐喊 那你的成功可能去越来越低 这是一个说服的过程 这是说服 人民如果不觉醒 我告诉你台湾没有希望 人民如果觉醒 选不希望我当总统都没有关系 可是您 对 这听起来很有革命家的情怀 本来就这样子 孙中山他今天是你刚刚讲孙中山 孙中山是不断的弘扬理念 不断的演讲 结果呢成功是一个他更不知道的人 在武昌起义成功了 对 就是这跟佛教来讲 我们撒下各种姻缘 可是 包括今天这节目 我们撒下这个种子 不知道会触动哪一个人 可是选举很紧迫啊 我知道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我这一二十年来 我今天不是因为这是选举总统 我才做这个事情 我这几年我在街头 太多朋友跟我在一起 你看倒扁修宪 我都是站在第一条线 我从来没有放弃 这条是选举 只是我在整个人生的过程中 我又一个阶段做一件事情 但因为现实 现实政治 他就是很庸俗 而又很讨好选民和急迫 对 所以正是这个庸俗 所以像比如说 像比如说 您之前的时候 为这个洪秀柱柱柱姐 打造的这个一钟铜表 我们不用我们现在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也很难讨论这个前因后果的结果 但是纯粹就当时的这个一钟铜表来讲 一钟铜表已经很难解释了 很多民众已经是头昏眼花了 所以后来苏琪创造了这个九二共识 我觉得是还蛮聪明的 虽然现在他后来被批评的很厉害 但是一钟铜表光是一个铜 就让大家想到铜了 就觉得你太铜了 你很红 所以现在在谈一钟三线或什么的 不是更难吗 我觉得这种东西 你在这么长时间的推广理念的过程中 这就是我的困难说 你不觉得很难吗 我今天只是我一个人做 所以其实我这几年来 我一直说服你国民党 你国民党必须要接受另外一套 超越九二共识的论述 才可以跟民党做长期的对抗 那为什么你不接 那为什么你都要别人接受你 你不去接受他们的想法呢 红秀珠快被换掉以前的时候 我跟红秀珠做个要求 说拜托 我说红秀珠你可以要求资历人跟你来辩论 到底一中同表还是一中个表 我输了我就下台吗 可是红秀珠自己也不愿意吗 可是怎么可能在 不是同样到底今天是 可是怎么可能在辩论决出输赢 因为辩论的输赢不代表选战的输赢 那你总是要一个下场的机制嘛 换柱嘛 就好比说现在你看 现在已经出来的 当时换柱其实理由 只是把一中同表当成是个理由 可是你一中同表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所在 它只是个借口 现在只是一个 张教授 我的意思就是说 理念推广它有一个过程 那当然 大家都有 你有你的观点 对方有对方的观点 但是选举它就是现实的 好没有问题嘛 所以对我来讲 你可不可以投票 不投票我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可不可以在过程中 也许说张教授我对不起 我还是要支持韩国瑜 但是你的理念才是国民党应该走的 你可不可以做到这一点 好所以对我来讲 你认为我今天是选举好像是吧 可是我刚好在你了解我的过程 我从外交部开始为了国家在奋斗 我在路会写白皮书 我从事社会运动这么一二十年的 我在和他教书 我一直都在走这条路 只是今天我换一个方式走而已 我用总统来走这条路 我了解啊 投不投我 我当然希望你支持我一票 但是我要告诉你 你支持韩国瑜就是韩国瑜 支持郭台铭支持郭台铭 但是你支持张亚宗 是支持大家个人 我们的未来 那听得进去 听不进去 我也就笑一笑 对好 那我们就 您假设 在这个总统这个初选 这个落败了 落败 然后您还是对于 您刚才提到 您对国民党现在的 没有这个论述 感到非常的焦虑 对 所以您是不是认为 未来的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对 他必须要打造一个坚强的一个论述 他才有机会 在明年的选战里面 去打败 我简单来讲 不管是蔡英文或者科文哲 我简单来讲 你今天我刚刚讲 民进党的策略 现在是两个策略 第一个把九二共识 等同一一国两制 对 第二个你要选美国还是选中国 这个国民党现在是毫无招架之力 那你应该把这个战略率的导向到一种说 你到底要战还是要和 台湾要战还是要和 台湾民众就不受你恐吓啊 反正你刚才也讲了 这个大陆对于台湾 对于台湾问题也没那么急迫 他真的就算是蔡英文当选 他也不会动武啊 那你照你这样讲 那你国民党就输定了 为什么 因为你是跟的 就跟马英九一样 马英九这八年 民众的反应就是这样 所以说 所以你国民党要想办法 把民众的观念导正过来 政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政党的意义是干什么 不是为了只是为了选举而已 政党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 利用一个方向一个理念 好 那你国民党 假如你相信我的战略 是把整个战略的主轴 我讲一个讲中正了不起 在八年抗战的时候 就原来的战略主轴日本是纯别从北边打到南边 他利用一个松户惠战从东边到西边 他就取得战略优势 他到底国民党现在必须把民党中选中国 还是选美国 还是一国两制 导向到说你要选战争选和平 好 因为你民党绝对是斗嘛 就是战争嘛 那你国民党选和平 那你国民党有什么方法 国民党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没办法和平嘛 所以你国民党又没有追求和平的方法 但就说国民党的和平啊 常常被认为是投降 不是这就是你 我讲的 你没有论述就是这个结果 我讲的 我讲的 我提出来的这个问题 就是一般 就是我们很多 因为为什么 很多不支持 很多不支持这个两岸关系 很多不支持 很多支持 蔡英文的他们现在的路线 我讲的就是 的确是很多人 你讲的百分之百正确 很多人的很多选民就是会这样讲 八年的期间 我讲的不合计话 你只想赚别人钱吗 没有没有 张老师 我的意思是这样 就说其实和平协议啊 呃我们我记忆非常的清楚 就说 在两岸两岸紧张的时候 你问这个台湾的民众 大家要不要支持和平协议 大家都要支持 大家都要支持 这两岸应该要和平协议啊 所以这个陈水扁执政的时候 大家觉得和平协议太好了 可等到马英九当选之后呢 他在2012年 选举前 因为和平协议 那个联赞去跟胡云涛见面 就写在这个愿景里面 2019年马英九就抛弃了 然后不不不不不 没有没有 他写在国民党的政纲里面的 所以在2012年他选连任之前的时候 他提出来和平协议 我是党的候选人 提这有什么问题呢 一提出来之后 啪他的民调就掉了 他民调就掉了 马英九后来就加了一大堆 一大堆说要经过公投或什么 我的意思是 我我刚才的问题都是基于选战实物的问题 当今天国民党要战争要和平 我觉得一般来讲 听起来蛮响亮的 可是你提和平协议的时候 大家就觉得你是投降协议啊 所以我刚才讲说 基本上就是为什么是你国民党 其实从来没有把这事情 当成是一件真正的认真在做嘛 你不像孙中山他今天要搞革命的时候 你看人家到处演讲 他的理论建构的多么的基础啊 你国民党讲的 你刚才讲 马英九在2008年选总统的主张和平协议 到2009年的其中的时候 在美国的压力他就放弃了 马英九到底把和平协议 当成是他的目标 还是当他的权宜之计 他马英九就是把和平协议 当成是一个工具嘛 他没有把他当成是真正要追求的目标嘛 这是最大的差别 就是一切都是为了选举 这个东西对选举好我就提出来 这个东西选举不好 我就不提出来 所以搞到最后是民党 国民党是没有论述没有理念 国民党是没有灵魂啊 你没有灵魂怎么跟他民进党 民党是有灵魂啊 2012年还是当选啊 2012年的当选 就跟你说理念不重要 所以说你2012年大败嘛 大环境的气候比较重要 所以有国民党 2016年大败 又不是因为国民党的两岸论述出问题 他是从太阳花开始 他在太阳花之后的那个挫败 他就已经 他就已经挫败了 他的挫败的关键 不是因为九二共识出了问题 而是他在执政这八年期间 他的两岸的关系的操作出了大问题 我跟你讲 不是不止如此 我跟你讲 一个政党他要赢得选举 他必须两块 一块是他治理这一块 蔡英文2016年当选 一块是两岸这一块 也不是因为两岸关系啊 他那时候说两岸关系 给你维持现状 然后大家就放心了 就让他选了 所以你听我讲 一块是治理的这一块 民党党还不是移来移去 一个是两岸这一块 如果说你这两块都做得很好 那你当然当选 如果这两块做得不好 你当然就输 2008年是因为陈水扁 这边做得不好 贪腐 这边两岸关系搞不好 所以马英九谁都当选 2012年马英九 治理已经很差了 可是就是因为蔡英文 不接受维持现 不接受九二共识嘛 对 所以民进党输了 可是民党聪明了 到2016年他也搞维持现状了 可是你那个治理能力 国民党差所以国民党就输掉了嘛 所以今天国民党也2021年同样问题嘛 治理这一块 民进党现在开始就跟你硬哦 然后两岸这一块 跟你用的是选美国 选中国跟你去打 所以国民党现在没招嘛 是非常精彩啊 谢谢这个张亚中教授呢 今天到这个飞碟午餐来 跟我们谈了很多 他对于选战策略啊 以及为什么2020的总统候选人 他必须要理念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磨顶放肿的过程啊 呃 谢谢张教授今天到现场 谢谢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大家